我議員辦事處今天接到很多投訴 關於子宮頸癌疫苗缺貨的問題 我知道同一班投訴人 今早都去過香港的藥廠做一個請願 他們也向我求助 這件事我跟藥廠那邊聯絡過 也找了消委會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現在有幾方面想跟大家講一講 第一,藥廠對我的回應指出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子宮頸癌疫苗的接種率 都不算很高 之前一直維持在單位數的百分比 直至我們一直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要求政府為香港適齡的女童 提供免費的子宮頸癌疫苗注射 情況就有些轉變 自從關於基金提供子宮頸癌疫苗注射 給基層的女孩子之後 其實香港現在接種的情況大概二萬左右 我就沒有最新的數字 跟其他國家如果有國家全面 好像美國那樣 全面為適齡的女童接種子宮頸癌疫苗 其實本地的接種率是可以超過80%甚至90%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要指出 如果香港維持是香港人去打的話 其實數量是足夠的 但是最近近年也不斷有 一些中介公司去內地去招募一些內地的人士 一車車地來香港去一些指定的醫療中心 或者診所去接種子宮頸癌疫苗 這個問題就是出現 如果內地有大量人來香港去打這個疫苗的話 供應是不足夠的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良營商手法的問題 收錢的中介公司又或者診所 是很清晰知道一年之內需要打三針的 所以如果一些診所醫生 是接了一個客人 是要求打這個子宮頸癌疫苗的話 如果他收了錢 他是應該要確定 是可以提供到一年之內三針的供應的 我都問過一些查詢的一些醫生 他就說他們一路只是做香港人生意的話 他們一定是保留三針 就是打完一針之後 是一定要預測保留了兩針在這裡 是為客人在這一年之內注射的 現在很明顯就是有一些診所或者醫生 就是他接了這些客人之後 是沒有預留足夠的疫苗在這裡 去保證他們可以一年之內打到第二和第三針 這個是一個不良刑傷的手法 還有我亦覺得對醫生的專業操守可能都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明知道病人是需要一年之內打三針 確保這個疫苗的功效 當然我也都問了醫生 如果不可以及時打到第二針和第三針 對身體有沒有影響呢 醫生就告訴我 是不會有對身體有很大的不良的影響 就是不會有不良的影響 但是對那個疫苗的功效就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醫務診所 如果接收打子宮幾乎疫苗的客人的話 其實是必須要預留足夠的針 數是給客人打足一年之內打到三針的 我亦都想呼籲所有內地的朋友 如果你們是想來香港打疫苗的話 你一定要確保有聲譽的診所 和確保有診所是保證預留到足夠的疫苗 是給你一年之內打三針 不要亂相信中介公司的說話和承諾 另外我亦知道消費者委員會正在處理著很多同類型的個案 我今天收到的投訴和個案 我都會轉介消費者委員會去處理的 我亦都希望醫委會那邊 都去討論研究一下 如何去勸喻他們香港的醫生和診所 在營商手法上不要走這些灰色地帶 必須要確保他們的病人可以有足夠的營養供應 當他們接這些客戶生意的時候 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謝謝 有沒有原來藥廠增加訓練 或是免促到本地的公民的部份 剛才我和藥廠談論的時候 藥廠都說他們已經把香港的情況 告訴了總部 總部也盡量提高生產 也希望可以盡量提供多些營養給本地的市場 但他們都提到香港市場 如果要做全中國的子宮頸含疫苗的供應的話 其實他們都很難預計到要有多少的疫苗供應才為之足夠 他們都很難預測到 還有他們都覺得其實最大的問題都是 這些診所如果接一個客人的話 其實一定要保留三針 現在的情形為何會有人預約不到打第二針和第三針呢 就是因為這些診所不良的營養手法而造成的 所以他覺得如果他們供應更加多 那些人仍然都是不保留三針 就是那些針數在診所裏面的話 他們供應多多都不足夠 但其實市民有甚麼程度可以知道 那間診所是否有所要的 否可以打足三針 現在其實診所的營養手法 基本上沒有甚麼特別的法例去保障 但是剛才和消費會談 大家我們都會覺得 始終這個都是商業行為 如果診所是承諾 無論是口頭或者是書面承諾 給客人是會有三針 而他不能供應到三針的話 其實是屬於不良營養手法的 那我都會再和海關那邊談一談 就是面對這樣的情況下 如何可以去追究 但是另一方面 我想最重要都是找自己的相熟的醫生 還有我也都希望重申 就是我們一直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都是要求就是香港政府 和參考其他的國家和城市 都是為香港所有適齡的女童 就是提供這個免費的子宮頸癌疫苗的注射 好處就是第一 就是確保到香港適齡的女童 一定有足夠的子宮頸癌疫苗 可以提供這個防疫 第二就是如果政府大量購買的話 價錢是會低很多 第三就是也可以將預防子宮頸癌 打這個疫苗的百分比是大量提高的 剛才我都說過 香港現在適齡的女性 或者應該所有的女性 接受了子宮頸癌疫苗注射 只不過是單數的百分比 可能是3-4%左右 和其他政府提供全面免費注射的城市 比較接近80%或者90% 距離是非常非常之遠的 而子宮頸癌是香港女性的頭號殺手之一 所以越早接受疫苗注射 其實是保障到香港婦女的健康的 我們已經多番都是向政府去爭取 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落實這個計劃 謝謝大家